93万票坦白说太震撼了 对没有错 太震撼了不可自信 说一个故事就对了 那么一年前有一位欧巴桑女韩粉 那么用领书信息来骂我 我整整陪她每天聊天一年 成功策反她在今年1月11号 投票给蔡英文 昨天她去投了罢名票 你知道吗 所以我最有资格拿这个 公宅高雄 93万你也是有认真努力 苦灵也没有像我一样 陪人家聊了一年 你知道吗 然后除此之外 其实在这里有很多高雄人 我们主持人也是高雄人 我特别提一个人 有志气的高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可以很告诉大家 在之前赌盘封盘的时候 其实是预估65万 那么在上个礼拜 有人要签75万封牌不接 因为觉得嗅觉不对 气氛整个冲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赌高雄的桌头 是全部拒接的 然后呢 那么包括本人在内 我们预估 这些名嘴在内呢 预估其实是在75万上下 结果没想到 有一位高雄出身的王时期 很勇敢的冲 一定过80万票 怎么可能 他对了 而且我还说 可能到89 怎么可能 你有明调 你有去看明调哦 没有没有 他真的真的 他真的说会破89万票 要给韩国瑜当时比他得票率还要高 这就是高雄人的记彼 那时候大家还笑说哪有可能啊 就没想到开出来他是对的 93万9090票 那么不同一票 当然很少用韩国瑜盖牌嘛 可是值得我们注意是 他的整体投票率竟然高达42.14%啊 扣掉了那2万多票的话 大概还有四成左右 各位要知道 这四成额是一面倒来支持霸函的 对不对 过去在补选的过程当中 也只有在这个台南的郭格文 跟三重的余天的补选呢 有冲破四成 但问题是 那是两边相对 三顶骨鸡的情况下 然后呢 我觉得韩国瑜啊 自己本身失去了下台的高度 为什么呢 他在罢免被罢免了以后 出来了以后呢 没当没塞讲一大堆 讲一大堆以后 因为他创下了几个记录嘛 第一个是 他的罢免同一票对不对 是史上最高嘛 然后呢 除此之外呢 他因为他本来是 他26年前因为支持核四 他得票率那一世的罢免 是37万7千多票 已经保持近世世界纪录 在台湾被罢免了 最高票的纪录 这次他一举打破 而且帮翻了一倍以上 只有韩国瑜能够超越韩国瑜 没有韩国瑜了 我相信不会再有第二位了 就算柯文哲这些人 都不会罢免票那么高了 然后呢 首位直辖市场被罢免 这是非常的可怕 然后呢 罢免案首度成功 然后两度被罢免了 那可是我觉得他很可惜了 为什么既然被罢免了 你就低调就承认吧 其实他如果听王金平的话 在罢免前一天 真的90度鞠躬三次 对不对 跟高雄人好好地道歉 我跟你说 如果按照我去高雄 百几次胡选 高雄人是很劣情 然后呢 真彪悍 但是心很软的 真的会打动一些 尤其是选须老人家的心 会想说 好啦好啦好啦 记得这样对吧 还给他一次机会 可惜他连这个都不做 他还在骂东骂西 他还骂说是中央 民进党政府 百分之九十的媒体 都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 都收买了 都这个下 然后抹黑了什么东西 他的团队多棒 你的团队呢 这么厉害 你的团队呢 这么厉害 为什么九十三万九千多人 会反对你 为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嘛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 你记不记得 他是怎么起来的 三三造势嘛 王金平跟孝安俊 他们这些人 三三造势把他弄起来 2018年你看 不管你在 祁山 凤山 钢山 对不对 都大赢了这个陈其迈嘛 结果在今年的 这个一月总统大选的时候 呈现一面倒 翻过来 在昨天也是一样 你看凤山得票 十一万七 四十一点三趴 然后钢山也是四十一点九趴 那么祁山也是三十八点多趴 你全部被翻过来的 你都不去检讨 why 为什么 好 那他会怎么做 警戒而来他会怎么做 他如果承认败选 那这不是事啊 承认败选 那就七天内解职嘛 公告中协会公告了以后 派代理市长来 三个位都要补选嘛 然后呢 中文国民党虽然已经 提出建议 希望韩国瑜不要提当选 罢免无效之诉 你知道吗 韩国瑜也说尊重 但是我一向不太相信韩国瑜 为什么 讲是这样讲 我尊重归尊重啊 尊重是一回事 我在提诉讼也是另外一回事啊 他可以提出来哦 都93万票跟他罢免了 还要提这种法律诉讼吗 你从昨天韩国 不会很难看吗 从昨天韩国瑜自己本身的 这个败选感言 对不对 跟这个所谓脸书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充满怨气的耶 他是充满怨气的 他在号召韩国 没有错 他还没放弃耶 你以为他就回去抖六啦 你知道吗 千万不能回去是不是 抖六够了 抖六不 抖六人抗议啊 为什么他就回抖六 所以他如果真的 提这个所谓罢免无效 我跟你讲 他胜诉的几率 大概是只有0.000000多少 因为他之前提这个 所谓的罢免中止 对不对 全部都败诉败诉败诉嘛 但是问题是 他会因为这样 在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 不断的拖 万一拖过了 今年的12月25号 那就没有高雄市长补选了 那就是代理市长带到底了 那高雄市长选举 要等到2022年 他会不会这样做 决定参加一年之间 你知道吗 他如果真的这样做 那国民党就崩盘了 整个崩盘了 其实国民党不支持他 提罢免无效 已经表态了 没有错 那他也说尊重 可是问题是 他如果真的提出的话 我跟你讲 国民党怎么崩盘 整个崩盘了 为什么呢 2022年的这个议员 国民党的议员 跟这个理议长 是要怎么算啊 你知道吗 就整个就会完蛋了 所以他的一念之间 决定的不是其他党派 包括民进党命运 决定的是他中国 国民党的命运 陈水扁算是政治精算师吧 那今天阿兵总统 他说韩国瑜一定会提罢免无效诉讼 没错 你觉得他的判断可能性 我不知道 可是阿扁 阿扁在逼他 可是身为一个这个 身为一个对不对 曾经支持过阿扁的人 我还是要奉劝阿扁总统 好好养病 为什么 因为他在指之前 你又不准他讲话 因为他在指之前 竟然说希望韩国瑜 不要罢免韩国瑜 让他做完市长 这一点我是完全 没有办法支持他的